您说 第一个您刚才说绝招是说有问题的时候 有用对措施吗 有办法去用对绝招 尤其这个绝招是正面的东西 当然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 或许因为毕竟我们初家人常常听到师父讲 都是先告诉你 在每个感受上面 你先要懂得觉得者谁 对不对 就是你不要只抓在感受那个区块 一直去解释它 你先要跳出来 懂得因为每个感受没有觉醒 哪种感受呢 只先给你一个自己有一个坚决的方向 先要懂得跳出来 为什么要跳出来 以前师父就跟你讲过 你要站在感受那个区块 感受的区块都是我们差别液感 就好像我们一个一个不同的井底之蛙 你用你井底之蛙的那个见解 你想要怎么样 用你的见解想要解决感受 绝无是处嘛 你用井底之蛙的见解 再见解出来还是井底之见 还是井底之见嘛 根本不是豁然开朗的见解 对不对 所以你要是真正明白到底的人 他会先跳出一些感受 他说那叫发决定性的人 决定性的人 他说先跳出感受 感受先前你要知道 觉得感受的是谁 你先不要在感受里面先分辨是非 你要先跳出来 因为你知道一切是非就是被绝才开始的 一切流浪都是被绝才开始的 所以你先感觉跳出来 所以这是师父平常的教授 因为我教的都是那些出家法师嘛 这个教授 但有的人就会怀疑啊 那那个决心就只要知道是绝就好了嘛 所以我在后面再告诉你说 决心不是我们想到啊 只是那一个你以为的那个局限的层面了 当你要是真正明白那个决心时 决心就是像过去古德讲 他叫旁观者清耶 儒家看到一点点这点决心的情境 他还能旁观者清 什么叫旁观者清 因为你永远不要忘记 你现前的一些感受都是决心的世界 你不可能离开决心的 你只要不要抓着你过去的瓶颈 你将来还你就是一个能够照进一些瓶颈的大名 你相信吗 所以他就自然而然 你只要懂得决心 再也不是那个井蛙之件事 这个决心 他就会自然而然还亏亏亏给你 还你 你该怎么做 你相信吗 对吧 就类似于常常讲 用世间法中讲 有些小孩子譬如说 他要去演讲干什么 他又斤斤一计较说我要去演讲了 但就永远讲不好 永远好像都有种种困难障碍 所以他要把那个 他想要去演讲那个心放下 他想要能放下时 突然他能够发现 他能够朗朗上口 能够讲 但他这个理路清新 对吧 你越执着在那边 你想要解决是不可能的 有一些决心 当你把你过去的执着放下时 决心他就会能够回馈给你 本来你想不出的理路 他都能够回馈给你 相信吗 这些决心就是如此 所以 你想要说站在一般的行为里面 你只要认识那个决心 决心将来会帮你铺陈你的应该有的道路 这只是最初接一理事 可以方便跟你说 有类似的作用 因为你已经不是抓着感受最末梢的业力 那你自然而然就有儒家旁观者清 应该有儒氏的清明 所以他还你不同的道理 你不同的道理包含什么 包含你现在怎么面对 包含你怎么面对 包含你怎么样下手 包含都在这里面 所以决心不是指着认得决而已 对吧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 他还不是究竟 为什么 因为你的那个区块 还是抓着感受这个区块 说跳出的 好像离开的 真正要到决心的区块 决的跳出 决的不跳出 都是决 决可以现跳出 也可以现不跳出 但决心从来不被 跳出 不跳出而束缚 没有这个决 哪有那么多跳出 跟不跳出的感觉 对吧 你的决心本来就没有这个 这个时候就是师父讲的 你那就发决定心了 在每个感受伤前 你就会勇于 我不在过去那种 卑微的意想之中 还在那边造作 以为的行为 以为的道理 我相信决心的不可思议 我放下过去的夜感造作 我相信决心将来 就还我一个根本彻底的大名 对吧 你要我这种决心 将来 作用就会不一样 对